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來聽一下 今天的主題 談談十二生肖 老虎跟猴子 你在農曆七月份的運勢 來 農曆七月份是8月4號到9月2號 8月4號到9月2號 先講這隻老虎 那個老虎你要注意齁 你在農曆七月份走的是七煞 你本身是屬老虎 那你農曆七月份在走七煞 我想要跟你講什麼 灰的黑的會有斬貨喔 那如果你是白道當中的 屬於那種刑事偵查啦 三組的啦 九組的也不錯 所以要注意很調給的理論齁 因為這個七煞 某個妹來講的話 七煞 對這種不安定不穩定的工作 他是有助力 政官是對那一種穩定的工作有幫助 所以要注意 那你在農曆七月份的舒適程度 37% 舒適程度37% 先講六級六兄 来六級日是八月份齁 全部在八月份 6号 7号 16號 18號ASH 19號 27號 六兄的話在8月份5天 8月5號 10號 14號 20號 25號還有9月1號 数字程度37%不高 三一定律 也就是说大概严格来讲的话 严格来讲的话 三天当中有一天不是太好 那因为要注意 因为你属老虎 今年一整年 一整年当中 偏财 七月份 七杀 才来之杀 才来养杀 只有两个状况 才用才困 你不是有用不完的钱 就是会给钱追着走 那为什么会有用不完的钱 跟给钱追着 打 绝对不是讲白道的 不是讲上班族 如果你在挥的 有机会 突然之间 一身见财难聚 一身受藏并少 一见这个财官自然发福发贵 会发 理论上还讲七杀好不好 要看你八字的结构 如果你书读的好 一定会升官发财 如果你书读不好 是在灰色跟黑色的 农历七月份有机会 有机会 来抽一支签 现在虎难 虎难 要知道农历七月份的印识 来 现在第一五手 借老师之手 第一五口 借老师之口 有借有完 再借不难来 哎呀 虎难 虎难 哎呀 这一支 这一支什么 地雷腹 听好哦 地雷腹在跟你讲什么 杀敌一万 自损八千 虽然 一开始来跟你讲 你的先天命 黑的 灰的 有斩 是在跟你讲地雷腹 腹在讲什么 阳气的灰腹 到做地则林 再过来地天态 这支卦 我也在跟你透露一个讯息 农历十一月 农历十一月 你要注意哦 要注意一些事情 一定要低调 有时候这个地雷腹 叫什么 消息卦 为什么 八月就知道了 经过八个月 叫天地匹 八月有凶 注意这个卦哦 我已经违反再跟你讲了 那如果你是虎南 这一支卦来讲的话 如果你要钱的话 东北方 颜色黄色 东北方会赚到很多钱哦 虎南 东北方再加一个好了 西南方也可以啦 东北西南 布一个黄石镇 只有七月份哦 各位要注意 那个风水是火的 地经地零 你不是每天在那里standby等你来找他啦 他一下在这里 一下在这里 那你最好就在年底的时候问多 你明年要躲到哪里去 因为那个角度一共有360度啊 有时候他刚好偏一度就差很多 就差很多 来 现在讲讲 虎女 虎女要知道农历 七月份的硬是来 现在第五手 借老师之手 第五口借老师之口 来这里 哎呀 虎女 哎呀 这也是什么 这一个叫火地镜 来 女生注意看这里 什么叫镜 神钱 promotion 所以女生你要注意 你走的这个挂项啊 走的是土项 外面是火项 所以这一次挂 虎你要注意哦 你农历七月份 除了走七煞 在感情上会比较好收获 在这里跟你讲 这男生相当好 他会滋养你 那为什么只有七月份滋养你 一下子 一阵子 绝对不是一辈子 那不是我想跟你讲吗 意志炎空间的 哦 那个男公关的也算 因为男公关属于 比较 哎 第三的哦 第三性的 那个差很多 我还是要再讲哦 在老师心目中 我不讲是非 不讲三二 我只讲厉害 这一只挂 有力 扶你 农历七月份的桃花 哦 桃花 那桃花是跟你讲 你的后天命有助缘 如果你要桃花更旺一点 老师 我可能不太够用 东方 东南方 绿色植物弄一盆 像我这个绿色的植物 弄一盆 这样都绿绿的 不要红色花 把它剪掉 绿色的 东方 东南方 在睡觉那个地方 布一个镇 当然我有教你们 那个什么桃花镇啊 那那是一回事 因为你知道吗 那个饰品就很难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 对不对 横看扯影 侧城峰 眼镜高低 各不同 不是如山真面目 只延伸在此山中 你要教我怎么样 每个要这个要这个 我只会跟你讲 in general 一般来讲 如果你是虎女的话 农历七月份 感情必有收获 会很多贵人 那贵人你不一定爱他啊 如果你要桃花旺一点 就这一只来讲的话 东方 东南方 颜色绿色 来 讲讲猴 为什么老五跟猴要放在一起 因为 农厚难对高棍 蒙虎难对猴全 一般来讲 猴子是这样子啦 农历七月份在洋历上是 8月4号到9月2号 你猴子 农历七月不错哦 舒适程度 47% 诶相当高耶 两天就一天 把六七日讲完 你的六七日在八月份来 八月五号 十二号 十四号 二十四号 二十五号 九月一号 六兄在八月份来 六号 九号 十六号 二十一号 二十七号跟三十号 为什么六级六兄要先讲 因为我常常忘记讲 他一直讲故事讲都忘了 所以还是先把它讲完 好 六级六兄讲 来开始 开始腐烂开始 来 你这一次猴子在整个 2024假成年 这个年 你做什么运 偏运 如果你是该搞设计研发 气势创意的 一定赚钱 那老师我不是我上班族怎么办 有啊 设计研发的 有没有气势的 命理师也不错 心理资商师 命理师顾问 严格上 你属我的在农历 这个今年不错 那你农历七月份 小心一下 比肩 比肩不是不好 比肩就是怎么 讲好听的 有自信 讲难听的 相当臭屁 所以你属我 你要知道 农历七月份 对你来讲 你比较会有这个 Ego Super Ego 人不是分ID吗 然后EGO 然后Super Ego 自我 所以你要稍微掌控自己的情绪 尤其你在做那种 灰的 靠业务 靠业绩 靠KPI 拿你的佣金 拿你的提成 拿你的报酬 有时候 心态要归零 要注意一件事 你过去成功的经验 往往是你将来 失败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 因为人是惯性动物 你也喜欢去复制 屁啦 想当年我就这样 打下一片江山 好 果然你又打下一片江山 你会怎么样 屁啦 我年轻的时候 就这样打下一片江山 你不断的 互制到最后怎么样 GG 为什么 因为外面的时空 在变化 像我们那一时代的人 40年前 50年前的人 很相信朋友 一言九鼎 现在各位不太相信朋友 因为现在资讯很公开 而且资讯的来很多 以前我们都要靠朋友提拔 所以现在理论上来讲 朋友 找志同道合 打打电竞就好 也不要太执着 要切记这个点 那你在走比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比肩说 这各方面表现不会太差 农业企业 唯一的缺点 比较得不到朋友的帮助 所以如果你是属猴的 男生女生都一样 今年一定要注意 因为偏应本身来讲 不是太好 你注意 有八字就很可爱 正观偏观 偏观叫七煞 正应偏应 正财偏财 有没有 还有三观 十神三观 那其实严格来讲 三观是偏十神 你就这样想一想 只要偏的都不好 一定要注意 偏应 偏财 七煞 三观 还有一个 结财 你要注意这个点 五大雄心 如果你都具备 你这辈子的生命 注定不凡 你别想像一般人 这样平安的安全下岗 不是不可能 有一个激励 激励多少 等于零 等于 等于零 接近零 就说你要安全下岗 记忆大概是 零点零 一六八 一百 来啦 抽一支签 现在猴南 想要知道农历 七月份的硬是来 假成年 任生月 七月份的硬是来 猴南 男生 哎呀 这支什么 哎呀 旅 天则旅 这个叫李胡伟 不谍人 相当好 什么叫李胡伟 不谍人 你站在老五的后面 没有被他吃掉 急 为什么急 富贵显中求 为什么你可以富贵显中求 因为够聪明 不是我想跟你讲吗 灰的跟黑的 黑的当然你是要相当聪明 灰的就是这样 食恶邪恶 食恶善良 摆的是一定要正派啊 哪个五块钱十块钱就弄你贪污 那真的有签那十万二十万吗 没有啊 我几十亿的财长 我有签那一百多万吗 啊你就这样惯性 什么叫惯性 骗笑 我以前就这样过来 人家都没事 我怎么有事 对 有时候运不好就会这样子 你知道吗 运不好 就是你会 你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会一直找我 那对方只会问你 简单官只会问你 你有没有做 这是不是事实 不是啊 很多人都 不是 你有没有做 你看 所以要注意啊 非战之罪 那这个再跟你讲 你站在老五后面 为什么他吃不了你 你相当聪明 老五头向右看 你就向左偏 老五向左看 你就向右偏 相当聪明 来 男生 男生你要注意哦 男生啊 如果你这个男生的话 你想要事业 想要你的事业啊 如果你要钱财的话 要钱财 东南方 东南方相当有钱财 那以在求财的颜色来讲的话 绿色 绿色 那如果你想要拿一个升迁 那是在南方 南方在讲什么 南方在讲红色 那个操作不一样哦 升迁 如果你是属猴的 是白的 白的 反正也那个 对不对 这只话在讲 站在老五 其实白道相当安全啊 你就好好工作一份薪水 有时候稍微打混一下 不要出大状况 薪水一份 不是一样吗 只是不好意思跟你讲 那这个白道不是有一点 让你养成懒惰的习惯吗 不好意思讲 就讲到这里 来 现在讲讲猴女 属猴的女生你要注意哦 VC VC VVC 一定要注意啊 从越南来的 从越南来的 来 属猴 注意看这里来 猴女 要知道农历 七月份的印识 来 七月份的印识 这一只六十卦 猴女注意看这里 水则结 亨 苦结 不可真 讲什么意思 人一定要结智 为什么六十分叫一结 这是有典故哦 也就说人要结智 好 亨 但是过度结智怎么样 不可真 就不好了 不会太长久 四可而止 所以属猴的猴女 如果你现在有一点负债 比如说房贷 信贷 车贷 他会员在跟你讲 适 可而止 适可而止 不然的话 这个金 会生这个水 有一点泄气 来 气有五种 生气 忘气 泄气 死气 煞气 这个格局 走在第三个层次 有一点泄气 泄气 会怎样 好像那个气球 消一点风 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 那如果你这一只挂来讲的话 你要有桃花 猴女的话 南方 颜色红色 如果说你要有贵人的话 东北方 西南方 颜色黄色 听好他每个月都会变 他不是固定的 我是说老师 风水看了以后 是不是一辈子 要不要每年调 理论上要 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 如果你看了风水之后 找我看了风水之后 平平顺顺的 暂时不要动 如果平平顺顺 突然间有一点 顿丁又下来 那稍微调一下 听好 厌色上我们在动风水 调整的时候 就是稍微有一点差 如果还好 最好不要乱动 当然不要乱动当中 你也不能把握 还是找个 你信得过的师父 命理师 风水之后 帮你稍微看一看 看看你的磁场 看看你的气场 这个就属于 地精地灵 就不讲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样喜欢老师视频 按赞分享 加入订阅 开启小铃铛 新的视频上去 会通知各位 因为你们看到这一个 老五跟猴子 太有福报了 为什么 因为拍了第二遍 因为第一遍的带子丢掉了 丢掉也不知道 很多同学 老师你怎么没有 破那一块找找 怎么不见了 结果不晓得干嘛 就是没有完全下载 所以现在 免为其难 重新拍第二次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祝各位平安喜乐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美满 呂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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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